野外冒险对人类来说是一件极其刺激又有趣的事 于途中充满了畏惧 对自然界的动物来说也是这样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位恶劣环境中的生存专家 水熊虫 它究竟依靠什么来面对这些极端环境的呢 今天熊熊就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喜欢的话可以给熊熊点赞加关注 点亮你们的小红星哦 水熊虫其实是缓步动物的总称 详细分类的话可能有一千多种 它们最喜欢生活在世界各地最常规的土壤 沙地和苔藓中 但是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人们在实验过程中发现了它们的各种超能力 五千七百格雷强度的辐射下 水熊虫能够正常生存 被风干后放在数十年没水的环境下 只要遇到水 它们还能复活 即使是用了PH1的强酸和PH13的超强减性 它们照样能够完好无损 六亿大气压力的作用之下 它也依旧安然无恙 这些恶劣的环境 人类只要遇到一样就不会存在了 更别提在这种环境下杀死它们 但其实水熊虫真正的最强生存技巧是隐身 在遇到恶劣环境时 它们会把自己的身体蜷缩起来 形成一个球状结构 这不同于冬眠 因为冬眠的动物也是要消耗部分能量的 而水熊虫开启隐身状态后 是没有生命消耗的 只是转入了一种无生命的状态 所以也有人说 它们复活之后 已经不是以前内置虫了 使另一段新生命的开始 是能够主动关机 有条件就开机的生命机器 那么水熊虫真的杀不死吗 并不是这样 人们过度关注它 在极端条件下的生存能力 却忘记了这些条件 并不是它们主动选择的 只是它们刚好能承受这些压力罢了 它们的日常其实就是 傻乎乎吃东西睡觉的虫子 轻轻一捏就会死去了 好了 这期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